台南的暗邊溫和的水質清潔 已經三十年落 不過說熱人在頭 如果比較大 油圓 有些糙糙糙的味道 每年台南就要去辦 這個台南四八年 跟這個臺灣典費 這要怎麼辦 這個台南市的水理教室 來回應說 有情出經費 也能夠拿著 這個民生的污水來煮改善 驚在台南溫和好煩的 寶德人民 今天是一場水 今天是台南市民散步的好處 不過台南污水 已經經歷十十年 溫和糞便 污水下水的 這麼多人也有七星 但是溫和有一些地點 是有有糙糙糙 民眾市民委已經是改善不少 但是明年 武台南減少四百年 以及臺灣典費在台南的金點 有民眾市民委 就應該趕快拿出 有效的水質改善方案 不要讓觀光客認爲 台南市津潮的聲音 那因為長期以來 應和的二挫 大家都知道 不過這幾年來 市府已經把改善了 但是面對明年的一些 大型的活動 二挫還是有的 那如何在最短的時間 我們市府能夠用 比較有效的公法 去改善水質 對處台南市水理教室表示 安平溫和一水庫用 讓這關路已經十九七星 加上溫和酒瓶 五處的治療沾 以及三十四處 讓水的最寒 以及切到治療的設施 南家民生污水 到安平水自然 回收中心來處理 每天是這水七點八萬噸 尤其是鎖高雄的目的 我們台灣 那後續的部分 還有經評估 大概還有二十六處 大概還有每天五千 CMD的這些污水 上代在後續處理 這部分我們已經 跟中央去協調 那也獲得經費的允諾 那我們後續會將這些污水的 還沒有結的部分 給解留掉 這相關的污水 沒有流到這個溫和裡面 相信對水質改善 會更有幫助 去溫和煙荒還沒處理 所以水質改善比這水中 大的民生污水 並不溫和 已經是新出營建宿的經費 將要對二十六處的白水口 會下污水下水的工程 辦理這樓 經營污量 提升溫和的水質 記者我們正討論 大家報道